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儿子三岁多的时候 有一次我买了一个玩具给他 他很喜欢这个玩具 他就叫他做BB 有一次他就把他很宝贝的BB 放在梳化上 我一个不留神坐在梳化上摘住他BB 他瞪着眼睛挂着我 我乘机考我儿子 我说儿子究竟你爱BB多一点 还是爱爸爸多一点呢 他看着我 想了一想 他说我爱BB多一点 当时我也有点失笑 想一想 你竟然爱玩具 而不是爱买玩具给你那位爹地 但当然他很小的时候 我不会责备他 但当我时候想起 我们大人不是一样吗 他很多时候都是很贪徒神的祝福 多过那位赐福的上帝 其实很多时候当上帝祝福我们的家庭 工作健康我们很感恩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感恩的焦点是什么呢 是那些祝福还是赐福的神 当我们遇到苦难疫境 我们没有了这些祝福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会埋怨 甚至质问神 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是不是爱我 我们要反省一下 我们的祈祷是怎样的呢 我们是不是一味祈求 我有病你医病 我没有钱你给钱 苦难你要挪开 那些关系破裂你修补 如果我们是一味这样祈祷 我们可以说是祈福党的信徒 我们的焦点不应该在眼中的那些祝福 我们的焦点应该在赐祝福的神那里 我们的眼目不要太短视 只是望今生很短暂的 那些今生的成败得失是过眼云烟 我们的眼目要在永恒里面 在永恒里面能够与主同在 向主交仗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最重要的 不要做祈福党信徒 我们做一个神所喜悦 我们的焦点摆在祂身上的信徒 在永恒里面能够与主交价 我们的焦点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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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焦点摆在一起